观众朋友您好 欢迎收看TVBS新闻直播 我是辛华为您新闻话重点 头条讯息我们先带您看到 是台中龙井发生了严重事故 这辆大货车行经转弯处 刚好路旁就是超商 没有想到货车呢直接翻覆 由于在过弯时失去了重心 而车上载着满满的废铁倾泻而下 直接掩埋压倒了在超商前的多部车辆 不过整体事故好险没有影响到用路人 无人受伤 第一辆大货车顺利通过 但下一辆却在转弯时 整辆车向右倾斜瞬间翻覆 轰的剧烈声响 车头上载的废铁通通倾泻而下 货车在超商门前停了下来 但废铁压到了两部汽车和一辆机车 一般车会撞击的声音 它很大的噪音就变过 意外地点就在台中龙井西滨路三段 左转进台西南路口 7月12号上午接近8点 载着废铁的大货车转向时 疑似离心力过大向右侧翻 波及超商停车场内的汽机车 还差点压到人 车头上轨的派起了 那个司机是我的同学 他听到噪音要赶快跑 他是在车上 但是在这边副座 他一直坐在这边 骑到车快走出来 真的好险 当时这辆休旅车 车上有人 不过他幸好是车头朝外 大货车翻覆时 废铁压到他副驾驶座 驾驶躲过一劫 大量的废铁倒一地 相关单位先找来怪手 移除车上跟地上的废铁 再由吊车把货车翻证 警方调查 肇事驾驶没有喝酒 但这辆大货车陷重35吨 事后过磅 重量达40吨 确定违规超载 违反倒交条例第29条之2 超载超过5吨 可罚15000元 幸好没有造成人员受伤 TVBS新闻 吕正成红彩轮台中采访报道 再来看到基隆出现了一名 游览车司机 似乎不把交通规则当回事 直接在路上逆向高速行驶 而一面而来的大车 吓得正在顺向行驶的 机车骑士赶紧刹车闪避 差一点就被撞飞 而骑士觉得他不守 交通规则的行为 恐怕会害了人命 气到盛前理论 下坡路段 前方却有一辆游览车 跨越标线逆向高速往下冲 对象的机车骑士 吓到干净闪到一边 差点就被撞飞 还好人没事 但驾驶的行为实在太夸张 骑士气到掉头 追上去找驾驶理论 但骑士认为驾驶一脸不以为意 敷衍的回应让他更火大 日前有骑士上班途中 行进基隆市东光路的下坡路段 却遇到无视地上标显的游览车 他就直接切西瓜 从那个地方直接这样切过来 对 然后差点去撞到我 当下的时候我被他吓到 他就是跟我说 好啦 好啦 知道了 然后他也没有跟我道歉那些 都没用 那我就觉得说 这样子的态度真的很不OK 回到现场 东光路的路幅小转弯多 还有电线杆导住视角 车辆一旦高速又逆向行驶 真的很危险 提醒驾驶行进坡道和弯路 一定要放慢速度增加行车视野 以免危害到其他用路人的安全 也伤了自己的荷包 铁别新闻刘新葵 陈家彤 基隆采访报道 而再来看到 其实现在很多3C的用品呢 容易遗失 都有定位的系统 今天呢有民众 他就遗失了自己的苹果耳机 不过他就是透过了定位的系统 巡线找到了这处社区 还有好心的住户帮他开门 而就听到了某间住户当中 有这个提示声 确认他遗失的手机 就在这户住户的家中 但是呢这住户呢 他说其实他剪刀之后 又在脸书社团上面发文 说要携寻师祖 所以呢这名师祖 虽然自办柯南 但最后是决定不提告 匆忙来到住家门口 因为自己的耳机充电盒不见了 虽然有警察陪同 但因为没有搜索票 只能在外等 花了好大力气 终于知道东西掉在哪 让当事民众叶小姐松一口气 回忆起寻找过程 当事民众说 真的是一波三折 六月初东西不见 隔天发现耳机盒定位 不断更新 决定亲自去寻找 当事民众说 他的充电盒不见了 只剩下两只耳机 这个时候 他就跟着手机的定位 来到了社区 没想到却听到 有阿贝在讨论耳机 他以为阿贝是拿走 他耳机的人 没想到在解开误会之后 证明阿贝竟成为 帮他找回耳机的关键人物 进一步确认 得知遗失地点在后方社区 阿贝说跟社区很熟 于是带着叶小姐上楼找 我用我的手机去按 让我的耳机发出声音 我们站在外面就听到 里面有嗶嗶嗶的那个警报声 在远警帮忙之下 终于找回耳机 后续经女子追查 捡到遗失物的民众 有发文到私人社团失误招领 认为他不是故意侵占 决定不提告 专家点出现在市面上的装置 几乎都有联动手机 除了方便失误招领 也让手机功能再扩大 生活更加便利 而宜兰的罗东镇近期呢 有附近的邻里发现自己的家门口 都被做了红色6的记号 不过这记号到底是什么意思 不是违规的记录 更不是警方所为 很担心是不是有小偷 就是要借由这样特殊的记号 作为识别犯案的目标呢 而现在呢 警方跟里长介入之后 已经把这些红色的记号通通消除 也同时加强巡逻 也提醒住户要提高警觉 行目的门牌上乍看 没有什么不对劲 不过靠近仔细一看 下方靠近角落的地方 出现一个小小的红色数字6 宜兰罗东镇大行李 有民众发现 有住户的门牌 被做了红6记号 甚至不止一户 而他也是其中之一 虽然当下就顺手擦掉 不过附近米店炸鸡店 都曾经被偷 因此难免担忧 这几天晚上都会把门窗上锁 同时拍下照片 PO上网提醒大家注意 会担心说 因为我们平常会叫菜 我们会放在外面 也怕被投降之类的 就马上先看自己家 有没有被画上记号 标记的这两家 比较少人出入的 老公说就是你看 就是某一家门深锁 我知道房东是在楼上 但是几乎都很少出入 对 而一般店面好像都很安全 本来猜测可能是施工做记号 但经过查证 最近这附近并没有任何工程 民众实在不太放心 不知道这用红笔写下6的用意 目前没有接过到相关事故报案 我们一样会加上这附近的巡逻 我知道是两户 都有跟屋主座关心 后续我们一样就是跟住户保持联系 还有没有再度被做记号 就是关注 附近至少三户被做了红6记号 警方主动到现场巡视并且把记号擦除 只是住家门牌突然被做了记号 住户们在原因还没查明之前 难免有些提心吊胆 TVBN新闻简单 闯合可也依然采访报道 玩人朋友带给您最新消息 台南市区域会的理事长林世杰的枪击命案 警方大有斩获 因为他们透过被遗弃的第二辆车 上头的口罩的生物机证DNA比对 其中一名前科犯涉嫌重大 经过连日的埋伏 刚刚稍早在高雄的人武区 逮到了这一名张姓男前科犯 立刻压毁了专案小组 目前还要厘清他是否就是枪手本人 而稍后南部中心传来最新的报道 我们将持续为观众朋友来掌握了 而继续带观众朋友关注到的是 今年4月份04-03大地震过后 大家对于太鲁阁全回的迹象应该记忆犹新 而饭店设置在当地的精英集团呢 其实深受重创 当时精英酒店还成为了救难队的临时指挥所 而时隔了100天 饭店业者公开了相当珍贵的影像 这是正后百日的纪录片 名为款待的力量 大大小小的落石不断掉落 砸碎车辆的挡风玻璃 原本在餐厅享用早餐 突然一阵天摇地晃 下一秒枕斗楼断电 吓得房客赶紧拔腿狂奔 回想04-03强震当时的场景 民众仍旧立地在目 我们是跟家人联络上以后 就知道地震非常严重 知道我们应该是被困住了 花莲大地震当下有超过600人 受困在太鲁阁国家公园 至今时隔100天 太鲁阁经营酒店12号 首度公开地震纪录片 透过房客 饭店人员 还有搜救队 回忆当时宛如孤岛的情况 我们就直接想说我们就挺进 要做这件事情是有相对风险的 因为你明明知道它是一个孤岛 但是你挺进去 你有可能你就 就是一起在那里被收困 虽然担心 但还是不畏艰难全力挺进救援 而饭店也成了搜救队临时的指挥所 在地震最严重的地方 彼此协助扶持 饭店在地震期间 受到各界的许多帮忙 所以想要透过这支纪录片 表达我们的感谢 同时也想要透过影片 鼓励饭店第一线的工作人员 饭店也从0403地震当天暂停营业 目前只留下20多位人力 进行饭店的基本维护 其他200多位员工 则是安排到饭店集团的 其他据点工作 也因为整个災区道路工程 进度关系 目前预估9月初重新营业 铁片新闻高中 陈嘉童花莲采访报道 而刚刚的纪录片当中 显示大地无情的一面 但是人与人之间的互助 是友情的 而同时我们还要告诉大家 是接下来7月份的下旬 还有到8月初 很有可能低压带活跃的活动 可能会有热带扰动发生 甚至有成台的几率 所以现在很多山区都在准备 防台措施 阿里山的林铁福森号 7月28号即将首航了 不过很有可能就会碰到 低压还有青台的行程 所以他们提早做了防台的措施 公路上满是大雨冲刷下来的泥沙 还伴随着许多小碎石散落一地 一旁还躺着一颗颗的巨大落石 让整条道路被堵住 根本无法通行 挖土机不停挖哑挖哑挖 把泥沙与碎石全往山谷下道 紧急抢修中断的公路 而加上9号同样也是大雨冲刷 所导致的落石摊坊 这礼拜已经发生第二次了 甚至从4月份开始 道路就不停的断了又通 通了又断 高达6次 峭壁 峭壁它是顺向坡 所以造成就是它一定会落落 随时的午后都会雷震雨 因为土质不稳定 随时都会崩落 可是我们公所的抢坐积蓄 也都随时在那旁边待命 在一线帆路乡在11号下起午后雷震雨 导致晚间大华公路28K处 道路一度中断 12号清晨7点 公所紧急派人到场抢修 共出动一台挖土机与产装机 花了三个小时的时间 才让公路恢复通行 这条公路是往奋齐景区主要道路 但只要遇到大雨 就经常发生落石摊坊 虽然公所人员已经随时待命抢修 但根本治标不治本 这也让帆路乡涨急得向中央喊话 这种就是说它是只要救急而已 我们要求求改判这个问题 我们希望中央可以更重视 配合我们的官方 求求我们这条路改用好 乡长提出新建民隧道 或是另外加盖铁桥 来改善公路已再崩塌的问题 而接下来还会面临到台风季 如果迟迟不改善 遇到台风的狂风暴雨 让土石堆积水分 可能会持续有山崩的情形发生 TVBS新闻季健和张力领 如品号加益采访报导 而再来看到今天立法院下午的院会 可以说是呈现了相当激烈的攻防 而稍后我们会有最新的画面 再来我们带观众朋友来关注到的是 其实刚刚我们看到 因为受到连日来雷震雨的影响 所以山区的地址情况不是非常的稳定 而接下来台风季又即将降临了 对于很多山区还有风景区的作业人员来说 如临大敌要先超前部署 暗民喇叭阿里山领帖福森号上路了 7月28就能正式登场 能从嘉义市区北门站直通阿里山 沿着蜿蜒山路海拔渐渐变高 云雾也越来越多 大片玻璃打造福森号驾驶室 视野更大更宽阔 但山区起雾很难看清楚轨道 接下来就是暑假台风季该怎么办 其实领帖开始试办落实告警系统 由于第29 30号隧道衔接路断短 影响驾驶反应时间 只要有落实或树倒在轨道 前后告警排面就会亮灯 讯息也同步传送给抽战人员 再double check通知驾驶 过去阿里山林铁就是遭受 莫拉克和杜鹃台风侵袭 造成42号隧道大崩塌 路线中断15年 后来决定舍弃旧隧道 在旁边开挖新42号隧道 远离崩塌范围 虽然无法欣赏风景 但比较安全 就是用科学性的全部都去测量 去检查完以后 我们把风险分等级 然后最高风险的A1的部分 总共29处 我们在112年的时候 已经全部都改善了 目前也采购科技仪器 结合光线网路 做轨道义务入侵讯息 目前二万坪到驻山段 逐步挽勾 嘉义到二万坪路段 预计最快2025能完成 阿里山小火车 已经有110年的历史 也会随着时代不断演技 如今扶三号 在7月28号即将要加入营运 也希望能够带动新一波 田路通潮 TVBS新闻期间 横松阿娟嘉义报道 再来带观众朋友 关注到这是特殊的仪式感 还是有驱邪 逢凶必及的这样的作用呢 在台北市新闻丁附近呢 很多民众发现 地上跟骑楼都会出现 一条又一条的白线 还以为是新化的标线 结果没有想到仔细看 居然是盐巴 后来民众直接募集了 原来有一名撒盐哥 在凌晨时分都会带着盐巴 在路上撒 甚至有被害人差一点踩到滑倒了 而亲戚队员表示 这样的行为呢 如果真的是妨碍用入人的平安的话 当场抓到现行犯是可以开罚的 白衣男子在巷口左顾右盼 却认没有人后高举右手 手上拿着一包东西 接着沿路走 地板就跟着出现一条白线 这条线弯弯曲曲的 走到哪就散到哪 仔细看另一手也有一包 直到隔天中午 线都还没消失 地板中间一条白白的 乍看还以为是油漆 但被民众发现 其他地方也有 连骑楼都不放过 一撮一撮的全部散落在地面上 他现在以为是油漆 所以就没有什么理会 我来说就整条都是 有停车嘛 因为不小心踩到有滑一下 那我觉得 如果大家如果这样进来 是说突然刹车的话 这样滑倒蛮危险的 附近居民遛狗发现 到处都有白白的粉末 研究了一下后 才知道这些全都是岩巴 除了人车经过可能会滑倒外 也很担心被猫狗误使 可能酿成肾脏病 这名男子都在深夜的时间出没 而他都选在西门町附近的巷弄内 就拿着一大包盐 开始在地上泼洒 让附近的民众不堪其容 事发就在台北市万华区 10号半夜一点多 这名男子在昆明街巷弄内洒盐巴 根据民俗说法 可能是为了辟邪 但是洒大量盐巴 已经严重影响其他人 他到说他这个行为的是谁 虽然是想要大鱼之后 他会浪化对不对 但是证据还是有 尽管最近频繁下大雨 盐巴会溶解 但已经污染地面和道路 最高可以开罚6000元 就算溶解消失 同样也能依证据开罚 每四个小时就能罚一次 现在环保局也在全线找人 毕竟这行为可能真的会害人 因此受伤 新北市这对情侣呢 因为要搬运物品 所以把车辆证实停在 没有划设标线的巷弄 而照理来说 没有划设曹化线或者是红线 应该是合法停放的 没想到呢 他们被附近的住家 还有住户投诉乱停车 甚至还用胶带跟双面胶 在车子上面贴出牌子 是不雅字眼 让这情侣气得要提告 公然侮辱罪 一堆情侣刚要开车 却被陌生男子拦下 车子被搞得面目全非 只能赶紧道歉 想办法离开 但这名男子还公开承认 自己做了什么 轮胎记得先打气放光了 前当车被搞到不能再开 前后玻璃还被贴上不雅字眼 只好嫌送修载到派出所提告 刹车油 沙拉油 然后鸡蛋 然后各种胶物 双面胶 然后胶带跟泡面胶 它感觉好像有用 化学药剂吗还是什么 这场提供的估价单 大概是8万5以上 事发在9号早上 新北市芦州云南发案的男子不满 住家的社区停车场车道前 有人乱停 才教训车主大搞破坏 事发地点是两处社区的停车场出入口 原本有划设环网线和红线 但因为重铺泊油没有任何标线 加上有其他车辆停放 车主以为可以临停 车却被恶搞 气得提告毁损 长相也被公开 车主更是气得要再恐告 因为它后续有散播 我跟我的另一半的资料 在网路上 以及它就是公开我们的长相 肖像什么的 然后目前有在考虑提告恐吓 被害人也说当时车上都有留电话 真有挡到人 第一时间就会移车 但当下对方情绪激动 只能赶紧道歉离开 动手男子也曾经 和人发生车祸登上媒体版面 但附近居民都不愿意多谈 恐怕就是担心 会不会哪天换我遭殃 而新北市这一名驾驶呢 跟骑士发生了行车纠纷 而趁着红灯在停等时患 冲上前直接下车 对骑士报以老拳 还勒住对方的脖子理论 直到快要绿灯松手 自己再回去开车继续行驶 不过虽然骑士事后没有报警 但他这样半路下车 打人的行为也已经违反了 道教条例 冲突 谁来到这个现场 事发是一个十字路口 加上旁边又是连接中和的桥梁 因此车流量相当大 汽机车常常发生争道 甚至碰撞的情况 不过因为发生行车纠纷 就下车打人 这样的状况已经违规 警方事后没有接获报案 但根据影片记录的过程 红一驾驶疑似是红灯的时候 就直接下车 追上骑士挥拳殴殴 恐怕是属于飞誉突发状况 在行驶途中 任意骤然减速下车 或在车道中暂停 可罚6000到24000 也可能属于无故停在路中央 可以开罚最高600元 基于伤害罪 要骑士提告才会送办 过去就有不少因为行车纠纷 骑士或驾驶 把马路当成雷台的案例 也有人因此哀告之外 被开出交通违规的罚单 这回机车骑士和驾驶 疑似是上班的途中发生行车纠纷 不过危险就有徒步穿梭在车阵 在路中间动手动手 恐怕也要担心 之后会有罚单寄到家里 TVBS的龙氏国影新闻市报道 而再来看到今天桃园杨梅停电了 不过罪魁祸首不是台电 而是这辆民间的环保垃圾车 经过路口转弯的时候 居然跟电线杆发生了擦撞 而重极之大 一瞬间还冒出了火化 结果导致878户停电6个小时